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蔡世英 议长同志委等人陪同下 登记参选立委 陈时中 蔡世英和同志委 希望用行动支持 喊出票投郑文庭 才是基隆未来发展的最佳选择 郑文庭 动算 文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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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算 动算 民进党立委参选人 郑文庭来到金融市选委会 登记参选 雖然立委 蔡世英 以及金融市议长同志委 年前卫福部部长陈时中 都现身为郑文庭加油打气 要进到下一个阶段 那国会如果没有 我们的立委在里面 帮我们能够坚守各样的法案 各样的协调 其实也是寸步难行 所以我们非常需要 我像郑文庭这样优秀的委员 能够见到国会 从法律的观点来 逐项检视我们各项的法律 让台湾走向一个法治的社会 所以今天请记得 应该是律师袍吧 也是代表我们正义的女生 我们大家一起听她进国会 这样好 好 我非常感谢陈时中部长 蔡世英立委 以及同志委议长 自证我正义女神的画像 天秤以及保健 我会记得正义女神的精神 为社会的正义发声 我会关怀每一位基隆市民 我会倾听每一位市民的声音 我会注意每一位广大基隆市民的需求 我会照顾我们基隆的建设 照顾相礼 关怀弱势 找回基隆的荣光 请给郑文庭赖清德最大的支持 感谢大家 立委蔡世英在一旁陪同 用行动支持 希望可以顺利交棒给郑文庭 未来在立法院 当然真的还有许多的药物鬼怪 需要文庭来努力 同样道理 在地方上还有很多 利益共生的团体 我觉得不能够让他 有机会来担任立法委员 因为他们担任立委之后 只是让他们过去 长期把持的派系环境 长期把持的利益团体 继续维持下去而已 所以在这边我们期许文庭 未来有机会 获得基隆市民的支持 进入立法院 为我们的基隆市民 扮演好中央跟地方的桥梁 议长同志委 及党籍的议员全都到场 大力推荐郑文庭 并送上宝剑 象征勇于揭蔽 挑战权贵 强调郑文庭 绝对是台面上 最优秀的立委候选人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真正可以代表基隆 真正可以接棒蔡世英 可以让我们基隆 可以更好的一个立委候选人 他就是唯一的选择 就是郑文庭 我想我们基隆 接下来的发展 非常的重要 我们军港西迁 也持续在进行中 我们有非常多 中央跟地方的连结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 从林用昌卸任之后 我们的整个市政建设 我们的大型建设 都相关都有停滞的状态 我想我们的市民 期待的市民更进步 我们的生活环境可以更好 我们需要一个中央 来支援我们的一个立委候选人 所以恳请大家 要支持台湾价值 守护台湾 过去的八年 大家可以看到改变 接下来的八年 我们需要持续的进步 国家需要进步 城市也需要进步 恳请大家支持赖清德 为了帮助罹患重大恶性 罕见肿瘤的国立海大附中 林姓学生 海大附中跟周大观文教基金会 共同协助募集抗癌基金 校方办理温暖抗癌 祈福记者会 市政府也响应认购书籍 为林同学募集抗癌经费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亲自鼓励林同学勇敢面对 努力战胜并魔 希望今夜可以早日康复 平平安回来 跟我们一起上学打球 很想念和你一起相处的快乐时光 在学校打打闹闹 有说有笑 一起吃午餐 在体育课打篮球 虽然现在没办法跟你一起打 但我相信你以后一定可以 我等你回来跟我一起打球 这个疾病 百分之九十九的复发率 百分之九十五的致死率 让他很绝望 也很痛苦 所以今天真的真的非常感谢 各位能够来到这边 伸出你们的援手 告诉敬艳他不是一个人 有这么多人 愿意帮助他 这么多人 当他坚强的后盾 海大附中 渔业科的班导和同学 一起为罹患重大恶性 罕见肿瘤的林同学加油打气 在这场温暖抗癌 祈福记者会中 海大附中 与周大观文教基金会 及家长会 感谢市政府 响应应制和认购书籍 还有海洋大学 国教署 与各界的爱心涌入 为林同学募集抗癌基金 校方说 两周的时间 已经完成第一阶段募款 募到超过百万元 让林同学能安心 进行化疗与标靶治疗 那我们周大观 当然是兼了 两千六百册的书 有十三种 大概算一下 应该是可以募到一百万 最基本的 因为将来的路 真的没有底线的 那我是很佩服 敬艳的勇气 他一般现在在治疗的话 都要休息 他因为是一个担心 他知道妈妈很辛苦 他希望赶快毕业 进大学赶快去工作 所以这样的精神 我是很感动 家长会发起了募款的方式 因为他的家庭经济 真的是很困难 所以我们要一起来帮这个孩子 那我们目前的话 第一阶段是 依据就是说 根据就是他的那个 每一个阶段 可能会用到的 营养品跟药物 就是每个阶段 那初估第一阶段 我们会帮他 就是说希望可以募得 一百多万这样子 那我们目前第一阶段的 募款已经达到目标 所以说我们就是停止募款了 就是目前为止我们就暂停 我们把社会的资源 可以留给更需要的孩子们 他每次进出医院 化疗费用一次是六万块 就如同他在前两个礼拜 刚化疗完毕 那刚化疗完毕 他目前他的医院的医疗基金 还是欠缓债 所以我们会透过这次的募款 去帮经验同学 去结清一些医疗基金 相对的他还有所谓的生活费 还有营养金问题 所以目前评估 他大概需要费用在一百出头 那目前感谢社会大众 我们已经募到一百二十几万 而且今天陆续 一些募款基金也进来了 所以可以达到了一百五十几万 所以目前第一阶段已经达标 所以还是感谢我们社会大众的一些支持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也在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的陪同下 亲自到学校鼓励抗癌斗士林同学 勇敢战胜病魔 因为谢国梁市长一直很希望打造基隆成为有爱的城市 所以每一件大小事他都很关心 那我们的教育处的杨财义处长 他这回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我们 所以我们首先希望捐赠十五万给这个基金会 租担会基金会买书 然后把书给我们所有教育处的学校们 当然我后来今天早上也临时还知道说 我们社会处同时也捐赠了九万块钱 我相信在基隆爱心不会少 那我今天最要觉得最了不起的时候 我们林同学非常勇敢 你坐我后面 我必须要跟你说你是最棒的 然后呢不要担心 没有问题的一切都会很好 你会在我们海洋大学 许校长住了可能二十年吧 你还在 你还是结出校友还会再回来 这绝对没有问题 加油为自己打信 周大观基金会也借此呼吁政府 能以公务预算成立癌药基金 来挽救宝贵的生命 那我借这个机会借着你们这个镜头 我很期盼 总统候选人 我希望他能实践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用公务预算 编所谓的癌药的基金 因为现在因为健保一直压缩一直压缩 所以说那个癌症的治疗又没办法等待 等到他可能合下来之后 这个人已经走掉了 所以我希望跟国外的所有的欧美国家的先进的医疗的这样设一个公务预算的所谓的癌药基金 海大附中说林同学的梦想是进入海洋大学就读 学习渔业技术 校方感谢市政府与民间和全校师生的爱心 来帮助罹患重大恶性罕见肿瘤的林同学 能尽快度过这个难关 朝着人生梦想迈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原住民市议员陈明健 在这次总咨询时首创 邀请口译老师进入议场里面 将他和市政府官员的对答现场翻译成阿美族语 服务原住民同胞 另外陈明健也争取禁脑卡比照双北做法 降低原住民长者适用的年龄 基隆市议员陈明健在议场咨询基隆市政府官员 有关原住民教育等议题 一旁的口译老师立即以阿美族语进行翻译 这是陈明健的创举 希望借此让原住民同胞也能透过线上直播 关心了解基隆市政 今天我们带一个口译来我们的议会殿堂 不非就是 因为我们的原住民族语已经列入为国家的语言 所以我也有义务为我们的族语来做这样的一个推行 所以今天来同步来翻译我们的阿美族语 陈明健也提出基隆市浸脑卡应该比照双倍 将原民长者适用年龄调降到连满55岁即可 在我们基隆市的浸脑卡的年龄 一直都规定是在65岁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老人的一个定义 甚至在老人福利法里面 我们常常都已经认同老人就是一般的65岁 原住民55岁 包括我现在算是也是老人的老人籍 可以参考我们台北市政府对他们浸脑卡的申办 把原住民的岁数提降下修到55岁的原住民 对此谢国梁回应表示认同 也承诺将朝这个方向推动 进老卡的申办是市民是一般是65岁 但是原住民的部分是55岁 是不是 然后北北桃都是这样 唯有基隆市没有 那我想看看 想请问一下议员 这个55岁跟65岁的原住民的 目前的人数大概是有多少 大概1200亿 限制无过 木政客 120亿 这样的衍生的费用会多多少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比照才对 我觉得应该是要跟 因为我们现在基北北桃 大家慢慢生活圈一致 各方各面应该是要一致的 好不好 我们是网跟北北桃都是一样 把进老卡原住民的身份把它降到55岁 另外陈明健也关心原住民专班 及全民原教推动情形 希望有效延续原住民文化 并减少歧视情况发生 陈明健同时提出龙洲赛复办 以及原住民文化金刚站接驳等问题 更提到最近很夯的台剧 八尺门的辩护人 正是在基隆原住民社区海滨国宅取景 呼吁基隆市政府把握机会 发展当地观光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道 基隆潮时尚活动 11月26号在基隆港西2号码头仓库登场 有真知女王称号的设计师潘怡良 将透过科技AI生成影像技术 融入基隆在地独有的回忆和前卫 模特儿走起台步搭配流行时装 艺术感和时尚感十足 基隆市政府大丸科技艺术和时尚 将在西岸二三码头举办基隆潮时尚活动 我们最近正努力推动西岸的整体的城市发展 包括观光 商业以及族市更新 所以能够选择在西岸 西二三仓库来举办这个活动 它是一个历史建筑 非常的有意义 而且它有 真道理面的朋友就知道 它有它那个很特殊的底蕴站 所以很适合做时尚活动的发表 那另外我也在协助西二 西三仓库的招商 也希望最近会有一些好的成果 所以总之在这个时候 邀请这个潘一良老师的团队 来西二三这个仓库 来办理这个潮时尚活动 我觉得正在最好最好的时机 基隆潮时尚活动记者会上 特别安排了现代舞演出 另外潘一良老师带领时装大秀 运用科技艺术和时尚 演艺出基隆特有的在地文化和历史 很难得就是我结合 就是那个Jimmy Wayne的 他艺术家的生成艺术的作品 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作品呢 就是做成布料 布料再做成衣服 然后对来讲也是首创 那也是算是第一次用生成时装的 来做一个展演 那也结合 而且很高兴 现代处长 也真的很高兴能够来到基隆这地方 那我其实一直很希望是把 时尚跟科技能够带到这里 那都有个机会 我们为了要推广 让这个时代办手里更有这个特色 所以特别跟潘一良潘老师 一起来合作 那大家也知道潘一良潘老师 是国内外众手接知的 这个曾志山女王 然后希望他之前也在台北时尚周 也办了自己的展 那希望透过潘一良潘老师的影响力 让我们这个 基隆伴手里的这个 产品可以顺利推动出去 投动时间应该是下午 下午两点一直到四点 然后中间当然就是也有这个 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模特的走秀之外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晶田创作的这些舞者 然后为了大家带来表演 然后其实 刚刚市长有提到 有这种AI沉浸式的这个体验 然后也会投射到我们这个 C2 C3的码头的墙面上面 然后我相信应该是基隆第一次 但是基隆第一次有这样的 比较时尚跟这个 伴手里做一个结合的一个活动 那希望可以带来不同的火花 基隆潮时尚将在11月25日 在基隆港C23码头登场 现场将运用光影音乐和时尚走秀 让日志时期的历史仓库 呈现现在和未来的交错感 政府希望透过时尚方式 让更多人发掘 基隆港西岸之美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赞清德 郑文庭联合竞选总部成立 赞清德 苏贞昌 游锡坤 林佑昌 陈时中 卓荣泰 蔡世英 冯梓伟 勇敢前行 信赞郑文庭 11月11日 我们不见不散 主要非白公 我家里边来下礼拜可我可以帮我们家大扫一下 你下下就好 这样不好吧 请谈哦 副主批用外籍移工需向政府申请核准 非把留用他人的外籍移工将处于15至75万罚还 我什么都没说哦 拼雇外籍配偶工作前 应核对外籍配偶外桥居留证及一清户籍资料证本 阿吉借过 你那是无银角吗 怎么亮的 快教我 什么无银角 是我的地价税 无银浪 赶紧去缴税啦 不用急 现在用手机缴税超方便 只要扫描缴缴书上的QR Code就能轻松缴 另外还有这些多元缴纳管道可以选择哦 10月2号起65岁以上可以接种流感肺炎练球菌以及COVID-19三种疫苗 请记得携带健保卡身份证COVID-19疫苗接种卡肺炎练球菌接种证明 到时候医生将会评估可以接种的疫苗及种类 如果无法在第一次完成所有的疫苗接种 也会协助预约下一次接种的时间哦 基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设浇管及围社围理 工期陆续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停车格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哦 赖清德 郑文亭联合竞选总部成立 赖清德 苏贞昌 游锡坤 林又昌 陈时中 卓荣泰 蔡世印 洪梓伟 勇敢前行 信赖郑文亭 11月11日我们不见不散 仁爱区成功路桥因为车流量大经常发生车祸 因此机动市议员张方丽和国民党立委参选的林佩祥市议员 特地一起邀请市政府交通处 警察局 里长等相关单位人员到现场办理会刊 交通处也承诺将在路口设置更清楚的标志标线等措施来进行改善 仁爱区成功路桥因为车流量大经常发生车祸 根据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 桥上已经发生了13起车祸 桥下成功一路和光一路交叉口也发生了12件事故 平均每个月发生两起交通事故 因此机动市议员张方丽和国民党立委参选人林佩祥市议员 特地一起邀请机动市政府交通处 警察局交通队一分局及当地光华里长陈世锋到现场办理会刊 会刊这个光一路跟成功路桥的交通问题 其实交通的一个规划是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 所以我们希望说交通队还有市政府 他们都能够以最安全的方式来保障人民的一个行的安全 那据了解在成功一路跟光一路口 这边在今年就发生了12次的车祸 而在成功路桥上更是发生了高达13次的车祸 所以佩祥在这边跟交通处跟一分局还有交通队一起办会刊 了解状况之后也希望说我们市政府 尤其是交通处这边来主政 来重新规划 来重新把标志把它做得更好 然后让行车跟行人都能够安全 会刊后市政府交通处也承诺 将在路口设置更清楚的标志 以及反光交通号制 桥下成功一路和光一路交叉口斑马线 也会划设绿色行人穿越道的标线来进行改善 后去会针对行穿线的部分 来做一个所谓的一个绿里行穿线的一个划设 至于桥面上的一些标志的标线的部分 会再做一个适度的调整 那另外会增设一些警示的一个标志 来提醒我们一些驾驶人 行进我们一支路口 务必来放慢一个所谓的一个行驶的一个速度 那另外也会增设一个所谓的一个 转弯车里浪执行车的一个排面 来提醒我们用路人 那务必行进入口 那就是说驾驶行为务必就是要 要有一个比较的一些 一些驾驶的一个态度 来降低我们的一些事故 发生的一些心理 两位市议员也相信 透过这次会刊改善 将能够显著提升这个区域的交通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行人友善措施的满意度将近七成六 到底在地的民众对这个政策有什么看法呢 尤其是学生跟家长感觉如何 一起来了解 您知道基隆市民对交通安全有多重视吗 根据近期民调显示 市长谢国良推动的行人友善 是最受到民众重视的政策之一 获得高达七成六的市民关切 以及满意度支持 因此交通安全的相关议题 是目前市府和民间都相当关心的焦点 画面上是学生下课过马路的情形 学童交通安全是地方上首先关心的焦点 除了地方关心以外 您知道吗 行政院在八月份已经通过 行人交通安全政策纲领 显示中央也把交通安全列为上位计划 并由行政院长主持道安汇报 希望借此推动各项精进作为 消除台湾行人地域的恶民 让学童过马路更加安全 家长也能更放心 实际到了学校了解学生与家长的心声 家长认为现在的状况比以前好多了 对啊 蛮有效果的 你自己也会有感觉吗 有啊 你自己骑车的时候 对啊 大家都会比较停下来啊 比较不会像之前就是 横冲直撞这样子 对啊 一点点安全啊 对啊 会不会啊 你说 你说你上课的时候都有谁帮助指或交通 导护妈妈 呃 导护妈妈 导护妈妈的指会让你觉得 安全啊 那马路上有导护妈妈跟没有导护妈妈的差别大概在哪里 呃 我觉得现在新的法律让马路变得比较安全 因为很多车子会担心所以不小心撞到行人 可是有导护妈妈的话是多一个人在那边帮你挡着车子 因为有的时候小朋友他可能不见得会看车 他可能会到处乱看 然后车子比较大可能也不会注意到他们 所以一定会有差别啊 像我自己就没有办法放他们从全家到邮局的那一个马路这样子 那导护妈妈是学校旅的 学校的义工妈妈 然后还有学校的老师 比较靠近学校的这两个马路是老师 然后另外两个马路是导护妈妈这样子 那平常会不会跟小朋友讲一些说 就是过马路要注意安全什么 学校会讲 从现场画面观察 学校的老师也参与指挥交通的重任 他们会持续在尖峰时段担任导护老师 协助学童的通行安全 下方跟警方也都付出努力 从各方面来进行维护学童安全 像是规划互同专案 协助学童与市民安全的过马路 最近还好 因为早上都会有警察跟导护妈妈 老师都会在每个路口 其实我觉得这边还蛮安全的 对啊 警察单位 他们每天都会在路口来协助 那这个家长们都非常有感 而且非常欣赏这样的一个制度 因为学生最重要就是安全 那互同专案就是很重要的一环 那我今天看到三分局这边很认真的执行 然后副又队这边也会来督导办理 还是我们互同专案计划也好 都非常认真的在执行 我想尤其行人改善 这个让我们小朋友从小 养成一个遵守交通规则非常好 据了解 目前基隆市政府首先把学区附近的路口 提前画上显幕的绿斑马线 提醒驾驶人减速慢行 确实礼让学童与行人 另外也逐步在交通热点学区附近的各路口 规划行人绿灯早开等改善措施 目的都是希望能保护学童的安全 针对学童的交通安全 我们建议或许可以由市府聘请专业人士 与学校多多合作 深入校园安排交通安全讲席 也加强各项媒体宣导 让驾驶人跟用路人都能了解正确的交通法规 让交通安全观念变成一种日常生活习惯 也是良好的社会文化风气 这样才能落实交通安全 朝向临死亡的愿景迈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李亮杰 基隆报导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